廖心男子搖搖晃晃 在吊蝦場內走來走去 原本要來找朋友的他 不見朋友身影 卻和其他客人發生衝突 還從包包內掏出槍枝 因為不慎跟人家擦撞 之後被人家毆打 他心有不甘 所以說才持槍出來 要做事威嚇 槍枝擊發之後 打到其他的九克的腳步 混亂中傳出兩聲槍響 廖心男子開槍射擊 其中一槍就射中一旁 高姓男子的腳底板 救護車到場後 連忙將他送醫 其他人看見料性嫌犯開槍 也馬上將他壓制在地 其他同桌的九克 在搶他的槍的過程之中 把他壓制到地板的過程之中 造成他的頭部有撕裂傷 事發後 掉下場內的座位區血跡斑斑 周面也凌亂不堪 現場拉起封鎖線 監視人員來回踩陣 但其他顧客 還是老神再再繼續掉下 絲毫不受影響 本身這個嫌犯 之前都有毒品 公共危險的前科 經過縫合之後 就帶完我們那個 政大隊來應訓之後 今天就依槍炮彈藥 管制條例的部分 來移送法辦 六星男子戴著安全帽 低頭不語 因為喝醉酒釀貨 警方將他逮捕後 騎出兩把改造手槍 和50發子彈 並將他依法送辦 借陳思源台中報導